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看这上面是这么写的 挺贵呀 这我们呀 这是标准的4S店 都是全国统一价格 这不会骗您 是 我也没说不给钱 那我就交钱去 得嘞 好 您慢走啊 怎么着 是不是觉得刚才在老徐那逞强后悔了 谁后悔了 其实就算老徐不说我也特想把那人找出来 特别想知道那人到底是谁呀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你不好奇啊 好奇 而且我现在越来越好奇 可是你想过没有 这个人这么多年一直匿名资助这么多苹果孩子上学 他为什么要匿名呢 如果说我们真的把这个人找出来了 对他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这节目不做了 怎么可能啊 该做还得做呀 这件事本身是值得宣扬 只不过 最后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人的身份公之于众 我觉得我们需要慎重 嗯 有道理 秋婷啊 秋婷 方便 方便 好 那个等一下我就过来啊 怎么了 什么事啊 秋婷说她那儿有些新的消息 让咱们过去一趟 等什么呀 赶紧的吧 快点 安安姐 你们给我录的视频播出以后 我微博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粉丝也增加了不少 前两天身体不太舒服 没怎么看 今天打开一看 有很多人私信我 你们看一下吧 来 你先喝口水 好 谢谢 确实挺多的 你看 我们也接收到了很多电话和留言 跟你一样 都是寻找逃离万山的 对了 那些私信我的人 我也都一个个打电话过去确认了 我把他们资料写下来了 还在抽屉里 这个 从被资助人的年龄上看 这个逃离万山应该在五十多岁左右 我觉得咱们可以联合一些其他媒体 这样的话更容易找得到 你看 咱们这一步一步的 离咱们想找的人就越来越近了 你放心就停 我们一定会把它找到 太好了 谢谢你们 安安姐 你给我的这份 这个月的销售业绩对吗 马上给我重新统计 好 你们老板呢 叫他出来 我就是老板 怎么了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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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老板呢 我可要找着你了 赶紧说我这胳膊咋长 胳膊 先生 你能说发生什么事了吗 这么回事 我上你们这做保养了 然后呢 你们这维修人员 把我发动机给我拆了 装的时候装出事了 我刚开始了 刚上高速 车就撞碎了 胳膊咔就干事了 你这脑袋 啪啪啪的干头脑袋 赶紧说 咱们找 来 先生 你先别激动 你看这样行吧 要不去我关公室吧 龙师傅 不好了 怎么了 出大事了 回去给我也整一个 行 李先生 喝茶 茶嘛咱就不喝了 咱看看这个事 咱们处理 你们刚才说的情况 我已经了解了 既然已经报了案 我相信 保险公司肯定已经结束了 啥意思 保险公司赔 那是保险公司赔的 我现在跟你说 是你们包个车修坏的事 鑫膏 就这小子 来来来来 别动了 咱们今天是来办正事 这事我已经知道了 这位先生车是我维修的 发动机也是我检查的 但是我都是按照咱们店里的维修章程办的 我该保证它车开出去的时候 一点毛米都没有 你以保证有个屁用 你说我现在事实摆在眼前 车干碎了 胳膊干舌了 你还跟我保证 你不是你的问题 是谁的问题 看看这个 签的名字是谁的 冯毕一 没错 车是我修的 字也是我签的 可你把车开出去以后 发生交通事故 那原因多了 你凭什么非说我给修坏的呀 我这车也没开多长时间了 就到你们这儿保养着一回 就出这么大的事 你还说不是你们的问题 行 不是你的问题 那就是你们这车 卖过的时候有问题 李先生 我们这车出厂的时候 做个严格的检验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现在事故已经出了 我们肯定会负责任 这就对了 说吧 赔多少钱 孙涛 好 但是责任划分 不能光凭你一面之词 还得看 交通队的事故检验报告 如果检验报告出来之后 是发动机的故障 引起了事故 我们肯定会负全责 他咋没有 我不愧知道吧 还知道那交通队哑我 看来这种事 你们没少处理呀 这招对别人管用 对我不好使 知道不 我告诉你 既然你要不赔钱 我就把你们店 修坏车还不赔偿这事 给你传网上去 你不就在这耍无赖呢吗 这就耍无赖了 我告诉你不赔钱 无赖的事可后边呢 孙涛 别理这种人 他就在这无理取闹呢 无理取闹 告诉你啊 今天给你两条路 一 五十万 咱这事两个清 二 你这店呢 别开 五十万 你怎么不让我们 再赔你辆车呀 我说要车了吗 我说要车了呢 我现在要胳膊 胳膊都干舌了 值不知道哥们是干啥的 打圈击的 WP也值不知道干啥的 我告诉你 我一场比赛的奖金 都不值这个数 知道吗 现在我胳膊折了 你说我下个礼拜就有比赛 你知道我怎么当 我现在跟你要五十万 都要轻一点 我刚才跟你说的 已经很清楚了 一切 就等着鉴定报告出来以后 如果是我们的责任呢 我们肯定不会躲 这么大的一个店 我们也不会跑 二十不能跑 真就不好说了 现在 逃五十万 咱这事就两清 再多废话 一百万 你怎么不去抢劫一百万 我告诉你啊 鉴定报告出来了 要是我冯丽叶的责任 我把这条命赔给你都成 鉴定报告没出来之前 你才不能在这闹 来 叶子 叶子 纯叶子 那咱走着就 拿着 孙刀 这可是就存心在这闹事儿呢 你得相信我 我没把他们车修坏了 没事大哥 这不还没弄清楚吗 一切 等今天报告出了以后再说吧 你也先回去吧 妈 老公 这哪儿 今天怎么这么有心情 来这儿吃饭啊 怎么样 还满意吗 满意 我媳妇选的地儿啊 我都满意 不过我还知道 一家日料店特别好 下回我带你去了 真的啊 好呀 老公 刚刚嫂子打电话给我 说哥 出事了 你都知道了 那帮人到底想干吗呀 那帮人 就是想趁机讹点钱 赶上大哥倒霉了 你说我哥 这命也真是的 前两天我还夸他有本事呢 这才几天呀 就又出事了 你也别着急 现在啊 还不一定是大哥的错呢 一切得等到这个 事故鉴定报告结果 出来之后才知道 那报告出来以后 万一是大哥的错 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 该道歉道歉 该赔钱赔钱呗 老公 如果万一是大哥的错 那这钱我赔吧 什么意思啊 跟我划清界限啊 大哥这也是为了工作 要赔也是我们4S店赔啊 不是 我 我的意思是 这些年 你为了我们家里的事 已经付出太多了 真是难为你了 终于知道心疼我了 是吧 我说真的 我知道是真的呀 我爸说得对 就算你是我老公 你也没有责任跟义务 去照顾我的家里人 你是我媳妇 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 况且现在还不知道 是不是大哥的责任呢 就算是大哥的责任 我也愿意提得康 谢谢你啊 老公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永远跟你 站在一起的 来 点菜吧 是 是 饿够酱了 徐世啊 洪哥下班了 那 徐总 邦姨 媳妇 回来了啊 没事吧 什 什么事啊 那个小王刚给我来电话了 说你4S店又出事了 我说你 是 你 你不用这样 真没什么事 只要那鉴定结果一出来 那小子立马就没戏唱了 您别担心啊 不担心 不担心 立业呀 立业呀 别着急 千万别着急啊 刚才文静已经给我回电话了 他说了 就算是要赔钱的话 那也是店里赔 不用你赔啊 千万别着急 不是 我说这事 你又跟人家文静说什么去了 我让他打的 文静又不是外人 跟他说一声 能怎么着 不是 姨妇 我是说呀 这事没必要跟人家文静说 我什么都没错 我怕什么呀 你们这么一来的话 好像就跟又又出多大事似的 这人都闹4S店去了 这事还不大呀 哎呀 你你你懂什么呀 立业 你别着急上火 天大的事啊 都有解决的办法 方姨 我没着急上火 你们这都怎么了这是 怎么就就不能相信我呢 没人不相信你 可俗话说了 马有尸体 人有尸首 老虎还有打赌的时候 这不是担心万一吗 成了 成了 大不了往罪坏了想 你赔人点损失呗 只要人没事就好 姨妇 我 我没失手 我也没失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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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们说不清楚 我 我 我有点累了 我去歇会儿 丽业 马上吃饭了 我不吃了 方姨 你就让她先睡会儿吧 我估计这也是急的 我去帮你拿灯水 你吗 哎呦 我去 饭都热了好几遍了啊 你赶紧去吃一口吧 你不用管我 我没事 你这是没事的样吗 丽业啊 你是不是心里特难受啊 刚才文静在电话里跟我说了 叫你别着急 他跟孙涛都商量过了 这要真要赔钱呀 也是店里赔 不用你赔 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 你是不是也觉得 我是因为这钱才弄得 这么心里难受的呀 你要不是因为钱难受 那你因为什么难受啊 我刚才一进来我就跟你们说了 这车不是我给修坏的 它不是我的错 好好好 不是你的错 不是你的错啊 这 这万一 没有万一 车是我修的 我心里有数 黄与华 别人可以不信我 你是我媳妇 你是不是得相信我呀 我信你 可是我信你有什么用啊 别人不信你啊 那 人家不是还得去4S店闹去吗 请 请 买折找我 老杰 从昨天下午开始 就不断有人打总公司的投诉电话 投诉你们店 修回来车还不负责 今天一早 各大汽车论团 封转你们店出事的体制 赶快把事情继续掉 不然公司出于品牌形象维护的考虑 回复批车店给你们 没那么严重吗 这个事故见证报告不是肯定出来的 事长 就算过两个礼拜 不然公司出于品牌形象维护的考虑 这点光要出来 真的不是你的错 但恶力影响已经造成了 公司就不能坐实不理 到时候实亏的还是你 所以 你赶紧趁现在影响还没扩大 抓紧时间把事情整理掉 好了 老杰 谢谢你啊 这事我能解决 谢谢 打手 打手 别打手 别动手 别动手 说什么 傻呀你们的 赶紧拿手机给我拍呀 来 走一走 看一看 瞧一瞧 站一站 4S店修坏车还要打人 来来 快打 打呀你 我跟你说啊 别跟我这耍无赖 你要是觉得我把你车修坏了 你就来找我 那鉴定书要下来了 要真是我的责任 我该怎么陪你 我怎么陪你 跟这4S店没关系 你别老上这闹来 我找你有什么用 你能给我50万吗 找你没用啊 赶紧找你们说了算的了 要么你就打我 要么你就赶紧把你老板找来 来来 赶紧拿来啊 你能听我接 别拍了 别拍了 林先生 如果你对我的做事方式不满意的话 我们可以好好聊 你别这样耽误生意好吗 收 孙老板 我是盼星星盼月了 终于管你不怕的 我这也没办法 你说昨天你又说不赔钱 又要找交易领队 你说我有什么招 是不是 凡事都有解决的办法 你选时间选地点 我请您吃饭 走 咱们好好聊行吗 是个老板说的话 行 那明天中午十二点 咱们往江楼 不见不散 下班 孙老 散了 散了散了 散了 孙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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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给你 孙老 你还约他们吃饭干嘛 直接报警就完了 跟他们谈一谈吧 看看这赔偿金 我们能叫它合理范围 还什么合理范围啊 你赔他们一分钱都不合理 一分钱都不能给他们 大哥 这做生意讲究就是和气成财 咱们就当破财消灾了 你放心 这钱不用你出 公司出 不是 孙 孙涛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 我这次为什么不愿意认这个灾 那就是因为咱没错 大哥 这事挺复杂的 我这不一句两句我跟你说不清楚 从今天开始这事就甭管了 你放假 我 你放我假干嘛呀 这事因为我起的 他们以后再来闹来 一看我不在 能不能闹得更凶啊 他们来 看你在店里头 你再跟他打起来 这不更麻烦吗 孙涛 你你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信不信我没修坏他们的车 你修没修坏他的车 他都额上咱们4S店了 这不重要 他对我重要 可是以前干过不少傻事 我也捅了不少娄子 可这次你大哥 我拍着修婆子可以保证 我没修坏他的车 孙涛就剩修车这么一个能耐了 我要连辆车都修不好 我还能干什么 你要信我 我 你要干什么 也不是 说得了吗 我ไป了 你会想要您做的 你会做的 我最喜欢做的 我已经做了 你有语谈我们爱的 我应该习一样 你没回来 心里边不踏实 4S店里的事怎么样了 4S店那边没事 衣服 您就别干这操心了 别老钻牛角尖 人嘛 谁还能为点闪失啊 退一万步说 就算这次出了点疲漏 那也是正常的 别老跟自己过不去 这事它不可能出疲漏 姨父啊 我跟你们说了这么多遍了 你们干嘛非得跟我过一步去呢 好 回屋吧 余华也一直等着呢 大哥 孙总来了 孙大老板 余先生 咱们不是约好了再放江楼吗 怎么就换到这儿了 是不是 见不得阳光啊 哎 赔钱这种事嘛 让太多人知道啊 对你影响不好 我是为你好 那我谢谢你了 客气了 钱带来了吗 好 孙大老板 什么意思 哦 这个啊 是我个人对你的补偿 我说的是五十万 这点钱 大费要烦呢 你是为了求财 我是为了求平安 你看我们能够搁让一步 怎么着 伤残鉴定 我这只胳膊是废 你得养我一辈子 你觉得十万块钱够吗 我记得那天跟你说过 五十万一分都不能少 如果再考价还价 就不是这个数 既然这样 你就出一百万 咱们这事就了啦 明天下班之前 还在这儿 咱们不见不散 走 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 我们将目标锁定了十五个人 我们又在这十五个人中 进行了认真的筛选 以下这三位中的某一位 极有可能是逃离完善 她叫张顺 某中学老师 平时省吃俭用 但凡有筹款活动 总是带头捐钱 她叫李力池 外企高管 曾参加多个慈善活动 热衷于公益 这位老太太叫陈阿弟 意志独居 多年来收养了几十只 流浪猫和流浪狗 非常地有爱心 张顺这个人的年龄太轻了 不符合我们之前的推断 李力池呢 虽然是热心公益 但是她做慈善的时候 一向很高调 陈阿弟多年来养猫养狗 花销已经很大了 她有余力 资助这么多学生吗 思佳 那些被资助的人里面 最近一次收到汇款的 是什么时候 两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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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我们可以去银行调取监控啊 我马上联系有关部门 请求他们协调帮助 不好意思啊 我要在急事 你们先讨论 看看还有什么别的渠道 我先走了 陆军 你这过来怎么不提天说一声啊 我来这里办点事 顺便来看看你 东午我和几个同行吃饭 听到一个消息 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一下 就过来了 什么消息 据说 来你们店闹事的那伙人 之前在别的品牌 思案店也闹过 而且一次比一次大 这伙人一看 就不是什么好人 孙涛 我劝你一句 破财消灾 这种温神 越早送走越好 来 阿姨 坐坐坐 好嘞好嘞 来 我叫你过来 安安不知道吧 不知道 我没跟她说 我呢 有件事挺着急的 想请你帮忙 但是你要答应我 不能告诉安安 行 您说阿姨 我肯定不告诉她 你先看看这个 阿姨 阿姨 你要搬养老院去啊 那我觉得这事 你得跟安安商量商量 我跟她商量了 她肯定不同意 我现在就是着急 找一个紧急联络人 做担保 所以呢 想请你帮帮我 你也知道我和安安的关系 我 我这么做挺为难的 要不然咱们找找赵叔叔去吧 怎么样 赵叔叔知道了 那钱广不就知道了吗 那还能瞒着安安吗 那安时早得知道啊 能拖一阵试一阵吧 安安的脾气你也知道 一时呢她也是扭不过来的 可是我这个病啊 迟早会连累你们 你们俩工作都那么忙 我也不希望你们把时间和精力 都耗在我身上 您这么说不就见外了吗 照顾您 那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再者说了 安安啊 想跟您多相处相处 您说您这么一晚走了 她不仅接受不了 肯定会担心您 这个你们就放心吧 我找的这家养老院啊 条件很好 那里的护理人员很专业 对我们这样的老年病啊 护理起来很有经验的 我住进去了 你们照顾也可以来看我呀 先把这个担保给我做了 我呢想把热热手续办了 然后再找时间 慢慢地跟安安说 应该没问题的 行吗 阿姨 行啊 小谷 哎 方师傅 孙总回来了吗 回来了 在办公室呢 好 谢谢啊 没事 好的 李先生 我答应你 可是你也得签份声明 声明如下 无论这鉴定报告结果出来以后 是谁的责任 你都不允许追究我4S店 还有风利业的责任 好 我带着一百万的支票和这份声明 我们不见不散 你告诉我 你刚才电话里说那一百万是怎么回事 老板 你怎么来了 你别管我怎么来的 我问你刚才这一百万是怎么回事 这事你就别再管了 我不是给你放假了吗 你还来干嘛呀 我是这儿的员工 我为什么不能来呀 我还是这个店的老板呢 不 哥 我也不想这样 可是现在事实就是 如果我不给他们赔钱 他们还会继续再闹 他们这么闹下去 谁都没有好果子吃 你就当为我 行吗 你就当为我受点委屈行吗 我为你 我受什么委屈都行 可是这为咱们4S店 我也是为了咱们4S店 为了所有人的饭碗 你知道这会儿人就是流氓吗 他们已经抠了很多4S店了 有的都关门了 总公司已经给我下命了 如果我这件事处理不好 他们就不再给我拼了 这批新车到时候咱们也来关门 你知道吗 这话其实我不想跟你说的 我怕你有压力 可我真的扛不住了 我想过了 我就当我没挣过这一百万 钱没了 咱们能挣 店没了 我怎么办 我不知道你 你有帮大哥扛了这么大个事 大哥对不住你 但我想说的是啊 我不想让你认这个错 并不是因为我冯丽业 我怕别人说我 把人家车修坏了 我丢这个人 我冯丽业就是个农村来的寄工 我要学历没学历 我要钱没钱 我还给家里面捅了这么多娄子 要不要脸已经不重要了 孙涛 现在不是我冯丽业认不认错 你孙涛赔不赔钱的事 现在是 如果我们认了这个错 赔了这个钱 就等于给他们这帮流氓 再一次机会 去骗其他的4S店 你说这些我不是没想过 可是人家 现在要伤残证明 有伤残证明 要凶车证明 有凶车证明 我们有什么 我们就一张嘴 可是他没有证据 说是我把他车修坏了呀 可是你有证据 说你没修坏吗 我明白了 你认为大哥这次 又捅了天大的火火对不对 你认为我这次 又让孙涛 你来帮我擦这个屁股了对不对 这件事 就即便我冯丽 你也不在这家4S店干嘛 我也不会让别人帮我 背着屁股 回来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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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那么多东西啊 我今天去的趟资产总会 他们帮咱们联系了派出所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一两天 咱们就可以看到 银行的监控录下来 棒棒的 看看你都买什么了 柚子 把橙子 香蕉 你今天干嘛去了 神神秘密 交了一个水电费 交了个燃气费 洗了个车 好 然后就去买这些您还吃的水果跟菜呀 我跟你说 一个人太累了 干这么重的活太累了 真的是 每一个照应太累了 不像咱俩 你说有个照应 干点啥都方便 对不对 我问你个事啊 你有没有想过 给您拿送养老院去 送哪儿 养老院呢 胡说什么呢 我怎么是胡说呢 我告诉你啊 美国那边 老人住养老院非常正常 设施也特别齐全 很科学 照顾老人也特别方便 但是在美国 在我们中国 儿女孝敬老人那是天经地义的 送养老院算怎么回事 没有说你不孝啊 我知道你是孝顺的孩子 可是我觉得你妈太不大了 一个人在家里 干啥啥不方便 最起码去养老院呢 老头老太太打打麻将 看看电视有个照应 对不对 那咱们可以经常去看她呀 你的意思就是说 同意你妈去养老院 不是不是不是 我说的是咱们去她那儿看她 行行行 把刀放下 什么都好说 再说我就把你送养老院 你把我送养老院 那谁照顾你啊 好 回来了啊 那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赶紧写作业去听啊 余华 就按咱们刚才商量的办 你们仨 多说两句 我呢 少说两句 千万要注意说话的方式 别伤了立业的自尊心 来了 哥 回来了 回来了 来 来 来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个什么 那个 人家有话跟你说 是 是 对 哥 是这样啊 爸跟方怡想出去旅游 上次不是没去城吗 所以这次又找我商量了 但是安安工作忙啊 我也没时间啊 他们俩去我也不放心 所以我就想让你们一家子 陪二老去散散心 文静跟我这么一说 我可开心了 怎么着 去不去啊 去的话我赶紧请假去 你姨父啊 上次就说带我去泰国 结果没去城 我气得好几天我都没理他 这回啊咱不去泰国 去欧洲 去欧洲 欧洲好啊 李 就看你了 只要你把日子定下来 我就让文静去买机票 对对对对 旅行社我都找好了 你们干嘛呀 出了事了想让我走啊 我们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就是啊 你看我跟小蕾 我们都没出过国 这次我们沾方怡和姨父的工 我们也出去长长见识去嘛 我方怡也是没能力 但是我不傻呀 这事没解决完 我哪儿都不会去 要去你们去吧 姨父 方怡 对不住了 得 白设计了 爸 怎么办啊 这脾气是越来越倦 不急 慢慢来 慢慢来 好 文静 要不你先回去吧 跟孙涛说 让他也别着急 没事 孙涛那边有我呢 那我先走了啊 方怡再见 走走 坐牢 爸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谢谢啊 文静 玉华 先去安慰安慰 那我先进去了啊 那我先进去了啊 这次我真要好好说说你了 你说孙涛为了你 一百万都搭进去了 文静一听说你跟孙涛吵架了 立马就跑过来 说是让我们大家陪你出去散散心 你还要大家活怎么样啊 我没想让你们怎么样 我就想让你们相信我 这次这事真不是我的错 你怎么就这么轴呢 我们相不相信你有意义吗 这重要事情问题解决了不就行了 这叫解决了吗 这是怎么解决的 一百万 这不是钱呢 孙涛要出了这笔钱 那就是出了一笔冤枫钱 我还得背上一个连累兄弟的罪名 孙涛没在乎这一百万 我在乎 孙涛 文静 还有你们这一大家子人 出了这个事以后 每一个人都在劝我 可你们知道吗 你们就要这么劝我 我心里面就越难受 但明明不是我的错 你们怎么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呢 那我们关心你还关心错了呀 你们没错 我也没错啊 我冯丽叶就上这么一修车的能耐了 现在那伙人为了讹这笔钱 说我把他们车给修坏了 孙涛要是赔了这笔钱 就等于认了这个错 黄玉华 我冯丽叶 我这辈子什么错都能认 就这个错 我不能认 要不你去劝劝吧 从来没见过丽叶发这么大脾气 他心里觉得憋屈 发出来也好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用 又来说 干呆了 你怎么知道 这都没想到 我找到 你怎么找到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走 这都没想到 可是那个 你就 apare那 它应该来 쉬平静 就那一门 那你一起无关 你且不用 谢谢 谢谢 还有什么事 你说 我这胳膊也废了 钱呢 你是赔了 怎么着 你得给我道个歉吧 好 我孙涛景代表我个人 给你道个歉 对不起 太敷衍我了吧 孙总 你还想怎么样 你说你们4S店 把我都害成这样 连个正式点的道歉都没有吗 是我们店把你害成这样的吗 如果你真的认为 是我们店里的技师 把你的车损坏了 你为什么不去告我 你告啊 你见证结果出来之后 你可以随便告 你为什么不告 因为你知道 你走到哪儿都告别 你说你这么有信心 为什么还得有钱呢 因为你天天到我4S店去闹 我怎么做生意呢 你到处扰黑我的人 让所有人认为 是我们的店 修换车车还不承认 我告诉你一下 我孙涛不是一个惹事的人 但是我也不怕事 如果你再敢随 我店里的生意算 坐着就 别激动 孙总 这样 你再重新 我让你如果要 去家里的电关 不要有什么 你肯定了 我一个人 你对这些人 我们都应该 你 没 你 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好 喂 老秦 我正想打电话约你吃饭呢 还吃什么饭呢 你上网看看 怎么了 随便打开一个汽车论坛就行了 我们店的计时修坏了你的车 你去告我呀 如果你再敢做我们店的事 我们都会交易 这怎么回事呢 我没说过这些话呀 你问我 我问谁呀 这个视频早就传遍了 还有媒体打电话到总公司 询问情况 大老板怒了 要你们店立刻停业整顿 不是 老秦 你跟大老板说一下 我真没说过这些话 老板觉得你根本没有 唯一公关的能力 才导致现在这个局面 为了维护品牌 让你停业 是实在必行的 通知 下午就应该发到你那里了 你好作为值得 老秦 你听我说 喂 老 老秦 好演 不要再拍了吧 别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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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不接受采访 孙总 不好了 我知道了 视频的事我知道了 不是 是楼下来了好多记者 说要采访你 我们赶都赶不走 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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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来看看 怎么了 方言 这自强刚发给我的 是说孙涛呢 我们店的计时修坏了你的车 你去告我呀 他说现在这个视频 到处都是怎么回事啊 对孙涛会有影响吗 方言 我得赶紧出击他啊 我走了 衣服 我出去打 不是 怎么了 着急忙慌的 怎么了 我刚给他看了这个 等鉴定结果出来之后 你可以随便告 但是到哪儿也都告不明 这些网上曝光的视频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你们这些时间 是不是把各路的车修坏了 就不管了 这 听说这次的车主 是个直接拳击手呢 因为这次的事故 已经把他的职业生涯 都给断送了 这个你们怎么赔偿呢 赔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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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光诽谈我 还向我洛总的一百万 真的是这样吗 不是 媒体朋友们 对 他确实给了我一百万 但是他要不是做贼心虚 他为什么给我一百万 既然你不承认4S店有过错 为什么要给他一百万 如果我不给他这一百万 他就不让我开门做生意 我真的是卑鄙无奈 大家请看 这就是他给我的一百万 封口费 让我当这件事没发生过 不可能 我要的就是公道 我相信 像我这样被这家店害得这么惨的人 一定还有 我要替大家 讨回这个公道 这车就不是我三店修坏了 他那胳膊 胳膊那是自己撞的 我有证据 媒体朋友们 我有证据证明 我的车是在这家店修的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我的车不是在你们这修坏的 谁能证明 我给你证明 我给你证明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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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证明啊 大家好 我是冯丽叶 我是这家4S店的一名修车工 这位先生的车是我给修的 大家听听 我的车是他给修的 修完出去就出了事 你说你能证明我的车 不是在你这修坏的 你用什么证明 你怎么证明 对要干嘛 我就是能证明 你怎么证明